Hello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最近都開始做多了直播 做了直播的時候 有些朋友就發一些話題 或者一些東西 那奈何呢 我就沒什麼時間去討論 在直播的時候 你看到我打拳 哪有時間去討論呢 但是一個話題我覺得 不討論又不行 始終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話題 在我講之前 記得幫忙like share 以及記得幫忙訂閱本台 而這個話題就是 講到未來一季的RG RG就是Rainbow Gator 一個香港的童人展覽 這個香港的童人展覽 又有什麼去討論呢 就是來自一個展覽 一個叫做攀檔 他買了一些東西 發生一些爭議性 他賣的就是一個Murror 一些童人產品 他賣這些東西 也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什麼問題 也有些人會覺得 你買這些東西 會不會有些問題 那些人就提到一些觀點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ACG的產 即是叫做同人展 應該買一個ACG的東西 不應該買一些真實的東西 他覺得這個場面 是不應該買這些東西的 甚至有些人是想討論 關於Murror的粉絲 一些道德行物 或者一些紀律的問題 他們會提出 例如說 你有時在旺角浪荒 看到很多Murror的粉絲 可能換一下卡 那他們會擔心 如果他們來到RG 會不會突然間很迫 甚至會做一些行為 去影響到人 這些東西 再挖符 他們是更加擔心的 OK 就是現在的防疫政策 Wish is 就是你RG的活動 防疫政策 而搞到他們真的未必買到票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現在換了一個防疫政策 Wish is 就是你一些普通門票 限時去買票 還有要等買票的時間 然後VIP票 那就是你網上預約 再加上你是可能 早上和下午才可以買兩輪去買 其實這樣的話 你會變相有些地方 即是亂 你變相那些票 又可能少了 有心去看一些動漫的人 或者看一些和人作品的人 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去買這些票 而那些票 也可能落在Murror的粉絲那裡 那好吧 那我都說了他們的想法 那我都說了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覺得有些項目是站不住 但是有些項目是合理的 OK 那你問我的話 始終RG 就未必是ACG為主的一個同人展覽 OK 那它是一個綜合型的一個展覽 那就是和不同的作品 那些同人的二次創作的東西 給他們去賣 去宣揚那些東西 OK 那這個情況下 那其實去賣一些Murror的產品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Murror的產品 它不是真的拿Murror 去S&L 那些姜濤那些樣子 直接得下去 然後直接做產品 而是它可能 做一些二次創作 做一些東西 然後走了去賣 我覺得 都不是很大問題 那就算很難說 過去RG也好 都是有類似的 Murror 超人那些同人作品 都是有的 S&Murror 當年我自己上過 上過RG 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就是正常態 Cross over這個抗進魚的BL 產品 S&Murror 很多是鐵紙都有的 那 那個時候也沒有人吵 甚至說 如果他們的想法就是 啊 這些政治東西 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這個RG應該呢 就只有動畫 遊戲 那些東西 那 那時候又不吵 是吧 那 大家都知道 這是一個同人展覽 OK 那 賣這些東西真的沒有問題 賣 所以賣真的不是很大問題 而最重點一樣 就是想說 你一些 鏡粉的行為 或者對於其他人不公平 那我都是比較想應付這些項目 始終 你問我 鏡粉 我不是想得罪你們 有時候 你鏡粉出現的時候 你可能有姜濤的人 出現在某些地方去搞活動 你是有很多人去擠迫爆商場 大家可能會擔心 即是 你既然來到九展這個場 其實都是很擠迫很擠很擠 現在還有一班所謂外來的人進來 就是為了Murror的人進來 還要是迫上加迫 那我們連走 都走不了 是吧 何況 有些人可能會擔心 其實你根本有些人 即是會說了一些東西 不小心得罪一些所謂動漫迷性 或者是普通人 即是看開動漫的人 或者即是你說 你看看那些東西 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些行為 我覺得 都 有一點點 不是說錯了 但我覺得都是小部分人 但你始終有一部分鏡粉 這樣去阻礙別人 去行為 真的有多一班的鏡粉 在那裡 其實真的會令人迫是事實來的 OK 那你說最後一點 說到防疫的政策 令到他們未必買到票 我覺得是合理的 這件事 始終你這樣搞 你是多了一班鏡粉的人 是會少了地方買票 即是你多了一班人 你搞到其他人 買票的機會是少了 這件事其實 你問我 責任其實一定不是那班鏡粉 而且責任 就一定在主辦方那邊 OK 你為了所謂要遵從防疫政策 叫做是 給少些人進來 但都可以開到這個同仁展那裡 那 就要搞到這個政策 我經常都覺得 這件政策真是 新夠糊 你要是搞到很多人去什麼 我寧願全部是網上登記性 這樣就算夠了 那起碼你是減少人流 去做購買票的這件事 那這一點 就真的完全是不關MIRROR的事 你最令人關心的 一定就是他們那些 道德行為措手的東西 OK 如果不是這件事的話 就哪有可能是真的 所以也有些網民 就說 買MIRROR的東西 絕對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 就是買MIRROR的產品 那些人 即是那些鏡粉 即是大部分是極端鏡粉的問題 我經常覺得都是 那這些人 那你就搞到大家 那些人對鏡 即是對MIRROR 是有少少偏見 或者是令人覺得 原來MIRROR的粉絲 都是極端癡 全部都是沒有眼看的 不理性的 是吧 但不過 我小弟都相信 只是這個是 少少偏見 都不能有一足高打一船人 OK 那都是一班極端的鏡粉 才這樣做 OK 那始終你這個地方 這樣去給人認識多些作品 或者你給其他人認識 然後去 去入坑 其實都不是一件壞事 是吧 那前提是 大家都是應該要 互相尊重 是吧 那你又可以介紹一些作品 給別人 別人又可以介紹一些作品 給你 那就推動到整個文化 是吧 對不對 那我這件事 真的沒有問題 只要是大家互相尊重 OK 那整個文化產業 就會變得更加蓬勃 或者叫做 很多新的東西會出來 如是你留在一個小孫子 去創作 即使一班人去買同一樣東西 那我就覺得沒必要 是吧 那當然 我剛才留了一點 很忘記說 如果 在一個情況下 只買MIRROR的產品 是被人吵 是什麼情況呢 而是在一個叫做 一些產品 only的東西去買 那就糟糕了 例如是說 Hololight only的情況下 你去買MIRROR的東西 你十成九 就被人吵到拆天 曾經是試過 有些人就說 你是scorpase 即是可能是only 但你cospate了其他的角色 即其他不是only的角色 那你就被人吵到拆天 那我也覺得合理的 因為你太離題了 OK 那 都說了很久很久了 OK 那換了房間 個人精神了很多 龍馬精神 講了很多想法了 那記得幫忙like share 還有幫忙訂閱本台 那下一次 再跟大家見 拜拜